我只有哈哈 救護人員親拍安撫 證明表情痛苦的28歲越南籍 豬肉攤女員工 她右手被捲入 內有鋒利刀片的絞肉機 消防隊先破壞機台外部 把手掌匯出來 不過手指夾在溝槽內 只好連同絞肉機軸心 將她一起送進醫院 醫師縫了上百針 才將手指縫合 那我們手術時間大概花了 大概五個小時 那目前狀況還算穩定 那我們大概會等到 七十個小時 等到這個協議重新建立之後 我們再做進一步的評估 意外發生在彰化市 陽明街的一間豬肉攤 這名越南籍女員工 叫做范范 嫁來台灣多年 育有中班及小班的孩子 在豬肉攤工作一年多 已經服事新手 我有跟她講清楚了 你沒關係 你好好的靜養 聽誰在那邊給你 你安心休息 兩個小孩子 兩個小孩子沒人顧 我也請人家幫你顧 老闆娘心疼范范受了傷 在他們眼中 范范平常貼心工作很認真 每月賺取四萬多元的薪水 全拿來貼補家用 如今暫時無法負擔佳計 後續還得經過漫長復健 下期新聞時數位 照顧播動